OK,好,这样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分享 OK,感谢大家今天出席 我们的Infinity Alliance Group的社区背景简介 今天我们会跟你分享大概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社区的背景简介 第二个就是由我们的Kings CMO 他会跟你们分享我们的市场的那个Marketing Plan攻略 然后再等我们再多一个十秒这样开始 在等的时间,你们看到的这一面 这一些都是我们的social media link 如果你们还有谁还没有去join的话 你们可以点击我们的Telegram Group 然后Facebook还有Instagram 所以我们都会在那一边和你们分享最新的消息 然后还有就是管理一些forex signal 然后你们也是可以跟着一起开单一起赚钱 OK OK,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去第二个slide OK,所以我们就讲到新冠肺炎嘛 新冠肺炎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一起久了啊 已经有两年多了对吗 就是2019年的11月尾到今天已经有两年多了 所以之前才刚刚开始 它就还没有很严重 然后过后就慢慢就越来越多变种化 对吗 从Dialq大老慢慢变去Omicron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会是什么啊 就昨天我前几天有看新闻啊 最新的是那个Dialmicron啊 所以你看,他们都一直在进化中 病毒一直在变强跟进化 等于我们自己呢,有什么打算啊 这我跟你们说,它是一个不会玩的东西啦 So,Dialmicron过后可能 它又会再一直改变了 So,它一直在进化 等于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要有一些准备啦 有一些打算啦 OK So,在这个两年多期间啊 就是COVID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病毒影响了我们全球的一些什么东西 现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COVID 查验潮 很多公司啊 他们顶不住了 OK 很多胜利就是做不来了 So,做不来需要那个Cashflow嘛 需要现金流通嘛 所以我们就只好查验哦 像我的身边 我的朋友都有两三个都已经种草了 So,到现在他们还在找着工 So,是蛮伤心的其实 就是说 公司是不会可怜你们的 如果是说他们很需要钱的话 他们要查验 他们是没有跟你讲人情 所以 查验潮就是这样发生 所以他们要查验 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 菜啊 油啊 盐啊 全部都一直在起 一直在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讲的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生意倒闭 OK 像我有几个 我亲戚 然后也是我有认识的几个朋友 他们做生意 到处都是他们做实体的生意 或者是 就是传统化的生意 传统化的生意 例如像这个新闻所说的美容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做美容 他们也是说说不来 因为lockdown嘛 一lockdown的话 每个人都不能去店那边 就不能去上店那边 就是给他们 弄那个美容 所以还有就是卖东西 就是实体店 lockdown都卖不出东西 对吗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 想象一下很多 他们那个传统化的生意啊 都是已经开始 从线下转去线上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了 所以这个病情 就弄到很多人 我们的那个 那个new normal 就是心态 新常态了 就是说传统化的生意 是已经不能再继续了 OK 我们就是要从线下转去线上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就是低存款 像打工仔啊 因为去年 然后还有前几个月 就是政府给我们可以拿 从那个EPF拿钱出来嘛 对吗 一听到钱拿钱出来 每个人就去那个EPF那边拿 995亿 像这个新闻所讲的 打工仔 因为大缺钱嘛 没有存款嘛 然后在2020年的那个report呢 75%的大马人对吗 他们的bank account的那个saving 没有超过1000块 你可以想象到 那个情况几乎是吗 OK 然后就是我们EPF的钱里面啊 其实我们就是给政府存钱嘛 对吗 然后我们也是不懂 我们的钱其实到底有没有在里面 然后等到我们退休哦 对吗 如果我们要从EPF那边拿钱出来 也不懂可不可以拿得出 所以 政府那边他们有一个scale 就是说有一个方法就是 因为有一有新学嘛 就是新学就是新的年轻人 他们一做工啊 一做工一进来 他们是不是要开始给EPF 然后等到那种 已经老要退休的对吗 他们就会拿那个年轻的 啊 他们给的那个EPF的钱来 补贴给那种 那种老的 他们已经要啊 退休 已经要拿钱出来了 所以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真正的 他们的政府的money game 啊 所以政府也是很聪明 玩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 这四大原因 裁员 然后啊 通货膨胀 生意倒闭 低存款 给这个COVID 影响 OK 所以以上种种的那原因啊 就是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投资理财 OK 第一 我们就是要用金钱为我们工作 就算我们失业了过后 对吗 at least我们有投资 有投资那边 我们会有多一个被动收入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退休金规划 你把钱放在EPF3 那个是你的一部分的退休金 可是 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当你退休我过后 你要拿钱出来 可不可以拿得出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 就是要投资 OK 就是 为我们的退休金规划 其中一个原因啊 然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实现财务自由 跟实践自由 OK 我们不要 一直做工就是从九点做到五点 超久晚五的那工作到老为止 OK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以防万一 OK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前途做好准备 一个Plan B 永远给一个Plan B OK 如果是你没有中影响的话 这样是恭喜你 如果是你有中影响的话 给Covid影响啊 好像你的中裁员 还是现在缺钱用啊 那个你就要开始想办法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到底要怎样 我们怎样可以一起帮助你玩这个东西 OK OK 它每一日的那个交易量高达6万亿 就是6兆美金 所以如果你是想啊 我们所每开的一个TRAC啦 我们daily的Profit啊 我们从那个6万亿里面 get到一小部分对吗 我们就已经很好过了 其实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的那个交易量 的那个力量 so接下来就是24小时 外汇24小时 5天 non-stop working了 so你可以拜一到拜五 啊 就是交易 如果是你是有做工啊 早上你做工 然后晚上你到家 啊 你可以安排好像你8点到10点 你是想要玩啊 美金的话 你是8点 然后你就啊 在那边玩 然后你就你可以安排你的时间24小时 啊 没有休息了 so这就是它的好处之一 然后还有提供高杠杠交易 就是说你可以以小部分的本金 来盈利 赢取 大部分的那个盈利 来赢取 比较多的那个啊回酬 然后它也是双向破利空间交易透明化 就是说你买上 或者是卖下 你都可以赚钱 只要是市场 去对你要的那个方向 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很方便操作 然后你只是需要电话 还有电脑 还有网络的地方 你就可以开始这一门 投资 或者是所谓的生意 OK 所以那时候我每次做每天做每天做工钱是很高 是很不错的一个收入 可是我就在想 嗯 我是不是要一直加弃 我这样的生活啊 每天超级玩舞这样 然后又一直每天做到半夜 赶工啊 然后我就想到底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啊 就是帮助我 呃 创造一个被动收入吗 对吗 所以 然后过后我就在想 外汇这个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就接触到外汇嘛 OK 我自己我有接触到外汇啊 股票啊 然后还有一些啊 虚拟货币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自己玩 外汇 我玩我就觉得我 因为我是监制啊 我是part-time trader嘛 OK so 我就想 可不可以把这个外汇的生意做到哈 OK 然后after that 我就 找到John 就是我们的head of analyst OK 他是我的啊 是我大学朋友啦 so 我就找到他 我就讲 哎 John啊 so因为John他是full-time trader 来嘛 so我就找到他 我就说 要不然这样啊 John 你现在你都是full-time trader嘛 why not 我们form一个社区啊 我们所讲的community啊 来就是帮助 大家就是啊 就是build一个教育的 教育的那个社区啊 就是说每个人进来 对吗 我们可以帮忙他们教育 然后也是可以给他们教育 他们讲教育 OK so就是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赢 大家都学会讲教育 so John就讲 OK啊 这样没有问题啊 so 在偶然的那个机会下 就我跟他 就form了这个infinity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想到 OK so现在 因为我本身 我是more on technical 就是做technology的东西 so我还确凿marketing so marketing的话呢 我们就想 我们想 OK 我们就找到 Kings了 Kings是我们的CMO so Kings呢 他是在marketing 是一个expert来的 so我们就找Kings 跟我们一起合作 OK so就是偶然之下 我们三个就一起form theirnfinity 然后我们也是找到 一个很靠谱的broker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 go through啦 OK 就是在偶然之下 我们就是form这个社区 就是大家 从不同的field 好像我专注于IT嘛 对吗 然后John是 head of analyst 他是 on forex head of analyst 他可以就是 more technical analyst 然后Kings是marketing 然后还有不同不同的人 so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专长 不同的expert so that's why 我们form这社区 就是大家一起 交换那个 那个信息 就是交换那个knowledge 所以这就是我的目的 做么要form nfinity OK so除此之外 我们nfinity 我们是想要form 一个全球托管的 投资资讯平台 然后of course Forest是我们其中一个 生意 然后我们有参与金融和 农业的生意 OK 然后我们是推广教育系统 还有推广教育者的社区 OK 都刚才我所讲的 那三个人 OK so你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啦 OK 我就是Edward CEO 然后我是 9年的经验 在这个trading trading的那个 forex trading 还有那个 cryptocurrency的trading 然后我是有blockchain的 那个 knowledge 然后还有我是 之前我是有做挖矿的 挖矿的审议 然后我也是自己 有做一些EA啦 EA来跑那个forex的东西 然后for kings呢 Kings他就是有 十年的经验在 marketing All right So他是专门研究 on这种EA的东西 然后他 对这个 金融市场的逻辑 就是聊无知掌啦 就他很清楚 on这种 marketing的东西 所以我们找他 来帮我们发展 这个marketing plan 然后至于John呢 他就是我们的 王牌的trader Head of Analyst OK 他就是John Concord的创合 联合创始人 OK So他就是为帮忙 我们Infinity 来manage 那个顾客的那个fund 然后他是经验 丰富的FTMO 交易员 FTMO你们可以找 他是一个平台 就是给 experience的trader 来trader OK 然后of course 他拥有十年的经验 在这一个managing fund 还有traded forex So那么为什么 你们要选择 我们Infinity So第一呢 我们是 只是找靠谱和钱管 的合作伙伴 OK So我们是要 有找regulator的broker 然后我们也是有找 就是 可以信任的 可以信任的 合作伙伴 就是已经在市场上 有超过 8年到10年的 伙伴 才可以跟我们 Infinity来合作 第二个就是 合理的风险的回报 我们是以低风险 可是 帮顾客赚取 最高的那个回酬 跟盈利 OK 第三就是 我们有一团的经营团队 就是 个人都有不同的 那个knowledge OK 有的强于marketing 有的强于analyst 有的强于IT 对吗 然后有的强于design 我们不同不同的经营团队 我们都form在一起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透明化的交易 So 我们的那个trader一开什么单 So你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这个是完全透明化的 可以给我们的investor看到 然后我们有独特而成熟的交易系统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 教育 人家 怎样 教育 OK 我们不只是帮那个 我们 我们不只是帮investor 教育 然后我们也是教育 investor 怎样自己去 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OK 至于外汇券商呢 A book B book broker呢 现在我要给你们提到 OK So 刚才我们说我们有选 靠谱的一个broker嘛 对吗 So 靠谱的broker呢 是有 OK 就是在市场上有两个broker 第一个是A book 跟B book嘛 So A book的话呢 就是 它是于ECN STP的外汇券商使用 然后当trader一开单的话 他们的那个单 全部都会直接 抛弃market的 OK 他们没有就是 重复报价的 OK So 他们跟trader的那个 profit是没有对冲 他们的profit是来自于 那个spread点差 OK 这就是A book broker 可是呢 For B book broker呢 他们 一开 我们一开单在B book broker呢 他们的单是没有丢向market的 OK 他们是自己内部消化 然后他们会向我们对冲 就是说我们输 他们赢 OK So 我们输他们赢 他们 我们输就是成为他们的profit啦 OK 所以就是A book跟B book broker的那差别 这样我们 需要选哪一个broker 当然是A book broker OK A book broker的话都是 transparent 他们 就是把我们的trad 开训market的 所以我们讲的合作伙伴呢 就是EARNFINITY 就是跟IV market 我们的合作伙伴 IV market 就我们EARNFINITY呢 就是跟IV market 已经是 就是IB 我们是introduce broker 在跟IV market一起合作 所以IV market的公司背景呢 它是2019年成立 OK 它是欧大利 澳大利的那个company来的 所以它有三个regulator啦 OK 所以第一个regulator呢 他们就是 SVG FSA 第二个就是ASIC 然后第三个就是FSA OK 这三个都是靠谱的regulator OK 如果是说你们是 有做功课的话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website那边看 OK 这三个都是 很靠谱的那个licensing的 OK 很少外汇公司 可以拿到他们 这个三个的那个licensing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 所以IV market可以拿到这三个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合作 我们也是对他们有信心 这三个licensing 然后IV market 我们学IV market呢 是因为 有六个那个 一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资金 隔离的户航 OK 资金隔离就是 当我们在IV market 我们开户口啊 对吗 我们的那个户口 我们进钱进去哦 我们的钱不是 直接direct去IV market 而IV market 他们会把我们的那个户口 转成一个隔离账号 在一个欧大利亚的 那个太平洋的银行 独立隔离账号 就是说这个户口呢 就是会专门用于 交易罢了 所以IV market不能 乱乱动用这资金 来做别的东西 只是单纯 for交易罢了 啊 所以你们要 要记住就是 资金隔离账号 很重要 在一个外汇捐商 就是所谓的broker OK 这个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IV market 它有跟世界顶级的 那个银行合作 就是说 JP Morgan啊 法国80银行 跟Citibank OK 这就是弄到我们更有信心 然后第三个就是 顶级加密模式 就是下256SSL了 就是说 是PayPal跟Ebay 都有用的一个技术啦 来防止 hacker来hack他们的户口的 接下来就是 透明于 优化的交易环境 OK so一开单的话 我们的thread会直接 open 就是他们没有delay 然后24小时 毫秒处理我们的那个thread OK 没有重复报价 OK 就是 fully transparent 然后一对一的 那个客户服务啊 so每次当我们 一有遇到一些问题 对吗 我们都会去 IV market的website 所以那边有一个24小时 那个online chatting 他们都有agent 帮助你 啊 so这是我也是很喜欢 IV market的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 初入境迅速 OK 就是说我们一进钱啊 两个小时里面到账 当我们要拿钱 一天到三天 会到账 OK for我的experience 我都是在一天里面 都会拿到钱了 其实 啊 所以这 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除此之外呢 IV market 它也是有给予一个东西 叫做FDRC保障 OK FDRC保障 这是一个中间人啊 FDRC 它是一个中间人 就是说 它专门就是来解决 交易员 跟外汇券商 之间的那个 矛盾 OK conflict OK let's say就是说 如果IV market 有什么问题 弄到我们的钱 不间调 对吗 这个FDRC 它会保障我们 高达20千的欧元 的那个保险支持 OK 这是额外的 IV market 给我们额外的 啊 所以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好处 IV market 可以提供我们的啦 所以我们很放心 跟IV market 一起合作 OK so 呃 大致上就这样 说这个只是一个 我想要给你们说 就是最大的风险 就是 你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OK 因为我们世界一直变化嘛 我们也是不懂 呃 接下来会发生 些什么事情 因为太快了 这世界一直变化 啊 so 以起我们一直守着啊 我们也是要 就是take the risk OK 因为我们没有take the risk 啊 不冒险就是一个会失败的策略 就是我们没有take the risk 的话对吗 我们的那个 呃 风险会更大 OK 所以我们 我们要一直去 寻找商机 opportunity OK that's why that's why 我form这个 infinity呢 就是要 呃 gather 大家 OK 就是聚大家在一起 就是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啊 就是生意啊 然后就是啊 我们的那个knowledge啊 一起把这生意做大啦 之类的偶然之下 我们form这个infinity 就是要帮助大家 OK so 大致上 我的那个分享 就是这样 OK so 接下来 呃 我会pass给Kings 就是我们的CMO 他会跟你们分享啊 我们的marketing plan alright 好的 谢谢Ever 精彩的分享了 公司的背景 so 大家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我声音的话 给我刷课666 OK吗 然后我share一下 我的slide OK so 有看到我slide 听得清楚 是吗 OK 这样我就开始了 我们就 今天是 呃 在我这个part 是讲marketing plan 就是讲 经纪人的制度了 so 在我们infinity 有五重的收入体系 第一个就是 个人投资 盈利 第二是代数 手术返用 第三是代数 盈利 分红 还有领导人 资金词 和合伙人 资金词 so等一下后面 会跟人家 一一解释 每一项的 呃 解释 so这边一开始 先跟大家讲一个 呃 个人福利的收益 这个是一个 讲讲的 就是说我们有分 静态和动态 so一开始 我们现在先讲 关于静态的部分 呃 现在的部分 example 你例如 你投资了 你的投资本金 1万美金的话 so我们的 预计的盈利 会是10% 这样这个10% 是不是定定 诶 我每个月 要给你 试试试 诶不是了 我们这个10% 是用一个 average来出的 就好像你买 你放钱 放FD 或者你买 Mutual Fund 还是你买股票 他们都是跟你说 诶不是讲 放一个月 放三个月 我们都是用 一年来计算的 所以这个 10%也是一样 我们是用6个月到12个月 除起来平均会有10% 有可能那个月 行情不给力 我们只是赚5%那个月 所以有可能那个行情 横给力 可以赚5到20% 都可能的 所以除起来有10% 这样这个1万美金 如果用10% 来计算 付利每个月的话 一年后 你的1万美金 会变了31万美金 所以它就成长了214% 这样如果你没有拿 这个31万出来 继续给它付利的话 到最后第二年 你就有98万 所以从1万来算 你就成长了885% 这样你一样如果没有拿出来 再继续给它付利的话 你的1万到3年后会有309万 所以成长了2991% 所以这个就是付利的力量 就给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钱滚钱 这个就是钱滚钱的那个idea 而我们看的这个10% 可能你们会听过外面的 他跟你讲 我每个月可以定10% 我可以讲的是 市场是有波动的 还有我们交易是有输有亏 是正常的 但是赚要多过亏就可以了 如果他定定每个月可以给你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 OK 就讲一下我们配套 我们配套叫Spot Game的配套 我们配套只有两种很简单 一个是1万美金以下 和1万美金以上 1万美金以下的话 就是六四分账了 六四分账怎样讲呢 就是说你投资的话 你会有60%是你的 就是说赚100块 60块是你的 然后40块就是给 10 10块就是给trader的 炒盘手的 30块是给市场的费用 像市场的费用是什么 市场费用就是反给回我们的 Leader有去做那种市场的 所以1万以上和1万以下 最大的分别就是说 你是65% 刚才是60 你就可以多拿一个5% 就是说你有60 赚100的话你有65块 然后市场费用那边还少一点 所以这两个配套一样 我们的用月来计算的 就是30天 然后我们的回报率 我们target是 set到 5到20%里面每个月 然后我们的这个trad 叫housing trade的投资组合 所以每1000美金的话 我们每个月可以做的返融 大概是1到3手 1到3手的交易手数 所以每1000块就有一到3手 就1万的话就有10到30手了 so我们这个portfolio投资组合 它是主要的货币 它交易主要的货币 然后交叉货币 还有商品 像什么是商品 商品就可能有原油 有黄金 有白银这种 然后我们的策略 是跑日间交易 还有波段交易的 什么叫日间交易 就是day trade 就是说今天开单 他就会今天关单 这样如果我们的操盘手 Jonathan的team觉得 这个trade可以做长线 可以赚更多 他就会跑波段交易 这样波段交易的话 可能会拿超过一天 或者甚至一个星期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回报率是set5到20 然后每个单子的交易 的跌幅是最高 是set为5% 所以你不会看到 有一个单子 这个单子开很大 然后亏很够利多钱 不会的 我们每个单子 开只是开你的钱 得0.5% 所以我讲到这个投资组合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 其实我们做投资 第一个我们最注重的 就是风险的管理 风险管理 就是说我们要保住我们的本钱 利润是排第二的 你要记住 利润是排第二 利润不是排第一 因为本钱才是排第一 这样子我们怎样说会比较安全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是用手动交易的 就是manual trade 没有用那种 EA 还是自动交易的 然后我们是用manual的交易 然后我们是没有用那种 很危险的那种方式 就可能是 有可能你听过 马丁 还是Grid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马丁 其实很暴力一下的 它的trade也很美 但是这个你懂的话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短暂败的 如果market很凶 它一直狂涨 还是它一直狂跌 你用马丁的策略 顶不到的话 会有爆仓的风险的 所以我们就不做这种危险的方式 我们是用手动 然后manual这样子看的 然后 所以讲到尾 我们最注重的是保住本金 然后第二才是我们的盈利 然后这个Jonathan的team 他每trade一个trade 我们都有一个东西叫risk reward 就是投资 风险与回报 就是说每一个trade 我们的team是放0.5% 就是说你投资1000美金 我们这个trade 最多会亏损5美金 然后每一次赚 一定超过5美金的 就是一对二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trade10块 risk10块 我们会去赚一个20块 或者更高回来 好像上个月11月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trade很美的 一对气 就是说他 risk一个10块钱 他赚了一个70块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trade 可能不像外面 你看到很美很美 那种很美 开10单 10单都盈利 10单都蓝色的 然后20单 20单都蓝色的 这样你就可能 又要想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 那么神到可以 这样子 我们这里是肯定会看到红色 但是我们一个蓝色 profit的trade 是可以cover几单 红色的trade的 所以这样长期下去 都是可以赚到钱的 讲完了这个投资组合过后 我们就讲一下 marketing的东西 这样好像有一些人 想要跑市场 这里在chatbox 问一下 有谁是有想要跑市场的 可以给我知道一下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跟你sit聊一点点 有吗 有吗 OK 所以在等你们回复的时候 我继续 然后第一 我们的ranking有分三种 很简单吧 第一个ranking就是IB OK 第一个IB IB怎样称为IB 不像外面有一些 它要你投资3千 5千 4千 才可以称为IB 我们这里很简单 你只需要投资1千美金 然后你找五个人 跟你做一样东西 投资1千美金 你就是IB了 这样IB的话 有什么好处 你就可以抽10代 OK 抽10代 来给大家看一下 10代 是我们代数第一 第一代的话 你可以拿到的首数返融13美金 还有盈利分红2% 然后 你看啊 每个人跟你做一样的东西 他都想成了IB的话 就很美了 5个乘5个 就是第二代 你就25个人 第三代 你就625个人 以此类推 在第五代 你会有千多个人以上 所以你看到第五代 他首数返融是1美金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 一瓦一瓦了 我可以赚多少 如果有1000个人 每一个人 1美金 你的被动收入 就是1000美金 刚才我讲1000美金 可以做首数返融 可以做的首数是1到3美金 如果3美金的话 你1000个人 一块钱 乘3的首数的话 你就有3000美金 的被动收入 还没有加盈利分层 所以我们的 这个IB的制度 是让普通的人 都可以简简单单 就可以赚到钱 你只要做的 就是你投资1美金 少5个人 投资1千美金 然后每个人 做一样的东西 就可以了 OK 除了IB以外 就会有人想要升 我想升更高 所以更高 我们第二级 就是叫SIB SIB的话 也是很简单 你自己需要投资 1万美金 找10个人 5个人成为IB 然后你的总业绩 300千 就可以升级SIB 这样你升级SIB 你的IB的福利 还是有的 就是那个时代 然后你有额外的一个 领导人的资金词 领导人的资金词 就是 总资金词 首数返用3美金 还有总资金词的 月收益3% 那这两个是什么 什么叫总资金词 英文叫 就是说今天 可能你 今天在听这Zoom的 你可能来自香港 可能来自马来西亚 可能来自Indonesia 这样子 外面有一些 他的这种返用 都是给你 自己的团队罢了 可能你的团队小小 100个人 你就可以拿 这个100个人的返用 而你在我们Infinity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拿 总资金词 就是Infinity的整个铺 好像你是马来西亚团队 我们现在有发展 香港 Indonesia 越南 泰国 还有马来西亚 所以你 上来SIB 你可以拿这个5个国家 全部总共的返用 还有月收益 这个是很大很大笔的 那块猪肉 然后在这边的话 SIB我们也是需要 维持的 就是说这300千 你要Maintain 300千 你不能打300千 然后就撤资 然后你还在这个ranking 没有啊 你就要Maintain在300千 你才可以 Enjoy到这个的benefit 这样你会不会想 这样是怎样分的呢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这个rank 那一个人就拿到完 哇爽啊 拿到完 OK 如果三个人就出三 十个人就出十 总资金词出十 所以会不会想到 越来越多人上的话 那个钱变少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维持 他的业绩 然后都要用300千 来上这个位置的 所以这个资金词 只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和越变越大 然后拿完SIB过后 有没有得再拿更多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leader的 就好像你们现在听着 你想作为leader 你的benefit是什么 最高最高就是我们的MIB 所以我们MIB的话 你自己也是很简单 你投资2万 找20个人 10个人要是 qualify的IB 然后你的业绩要100万 100万过后 你一样有IB的时代 SIB的三美金和3% 还有最后最后 你可以终极拿到 我们合伙认资金词的7% 这7%也是一样 也是总资金词 就是说 你是可以拿我们infinity 赚到那个pool里面的7% 所以我总结一下 你成为MIB的好处 你可以拿到10%的总资金词 你可以拿到3块美金 整个3块美金的资金 总资金词 还有时代 那时代就要看你的人数有多少 不要小看1美金 1000个人就有1000美金 然后1万个人就有1万美金 所以每个人只是重复 简单做一样的东西罢了 OK 所以讲到完这里 最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我们的偶像 股神巴菲特讲的一个 就是如果你想不到一个办法 在你睡觉的时候赚钱 你一定会工作到死 OK 所以在这里 before我closing 我也想讲一下我们 为什么会form这个infinity出来 所以这个infinity 其实我们跟人家做的东西 是做不一样的 第一 你可以看到 Ivy Market 刚才有讲到 Ivy Market我们的broker 我们broker 我们是认识里面 高层的人 所以有事情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对接 好像如果你可能 去join一些平台 你连那个broker里面的人 你都不认识的话 你要做什么 也会比较难 然后第二 我们的trader 为什么会跟Jonathan合作 很简单吧 Jonathan 不跟我们合作 他本身都在做了 Jonathan本身有自己的商学院 他有卖他自己的课程 然后他还有帮他的客户 做这个fund management的 所以我们看到 反正你做这个fund management 不如我们合作一起 然后再找一个资金 帮助大家一起赚钱 因为我本身也想赚钱 我也是有把钱 放在那边给他trade 所以我在想 大家可以form一个 所以我们infinity 就是这样子form出来的 这样子 今天如果你本身想要学交易的话 星期五你也是可以去 Jonathan的class的 等下你在那个 我们的telegram的link那边 你可以拿到那个link 每个by 5 他有免费的课 如果你本身有兴趣 想要学习的话 也可以去看 或者是你不想交易 但是你想知道 我们infinity的fund 是怎样交易的 拜五你也可以去看 听一下Jonathan 他本身是怎样 Jonathan和他的团队 是本身怎样 帮自己做交易的 因为他的style 讲做交易 他就是怎样 帮我们manage这个pool 所以你想知道更多 你就可以去听听 然后第三点 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 我们还会有给 live mapping的section的 就是 还有review mapping 就是说你进了infinity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今天你交易 你觉得 我会trade的 然后我看到这个trade 不是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可以问trader 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这样的trade 为什么他输 为什么他赢 他也出来做review 所以每两个星期一次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infinity的不一样 还有最后最后 就是最亮点的 就是我们trader team 是open的 就是说他可以露脸 出来见大家的 所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投资过 外面或者是这里那里的 那种项目 我本身 有投资过很多 几年前已经开始投资投资 但是我投资了那么久 我是没有看过 那个炒盘手的讲证 他跟我讲 那个炒盘手 几厉害几厉害 在Russia 在这个国家 在那个国家 其实真正有没有这个人 我们真的不懂 我不能讲没有 只是说我们不懂 然后 录出了什么事的话 也是 就一了了之 好像最近上两个月 也是有一个大很大的盘 也是 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些trader 我们全部没有见过 而我们这里 我们有给的所有 给你们的benefit 都是很好 就我们infinity做的 就是跟大家 市场现在做的东西 不一样了 所以这方面 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broker confirm没有问题 trader没有问题 还有我们的制度 也非常漂亮 只要你跟着我们 制度跑 你可以赚一个 长远 长期的被动收入 到此 我结束我的演讲 我把我的mic pass回给我的 CEO Edward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 在pass给Edward之前 大家有什么Q&A 想要问的吗 关于我们infinity 的plan 还是infinity的东西 有吗 有吗 你们可以在chart room那边 问问题 我们现在在看chat room so像kins讲的 我们 就是你转个telegram过后 每个150 John 我们的草盘所会在那边 发放那个link 你们可以转他的课 可以去听看 对对对 so课程 下出集是免费的 因为 怎样说 好像今天你想 你觉得 trading 其实trading是一个 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 因为在家都可以自己 学会按 然后赚钱 但是有一些人学了 他觉得 没有那个时间 这样子就对了 你就可以参与我们 因为方式是一样的trading法 只是说我们是pool trading 就不用每个人 看同一个东西 做同一件事情 这样子想问一下 Diane有问题 还是Steven有问题 还是Ivy Heng 大家有 还是 这样读 Core Cliff Core Riff 还是Ing有问题吗 不用害羞 不用害羞 问题可以问 对对对对 OK 如果是说你们有些问题 不方便在这边问 或者是你们 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不清楚 你们可以问看 你们带你们进来听的朋友 或者是在delegrand那边 我们可以交流交流一下 对对很好 Ivy 也没有 像Ivy 你听了我们这个 我讲了这样多 你觉得 有什么亮点吗 你觉得我们跟外面 有不一样吗 你本身有没有 投资 别的东西 在外面买 在外面买 你投资 例如你投资一千美金 我们是六四分账的 六十是你自己的 四十是 Infinity和Trader的 然后Infinity的是 给回那些做Leader的 所以可能 这个是不是 你所谓的 service charge Is this legal in Malaysia 来我们Gio Edward姐 讲解一下 OK OK So Is this legal in Malaysia OK So 想问看你一下 就是说 例如股票 股票 如果是讲 你要玩 Malaysia的股票 跟外国的股票 对吗 也是有很多平台 他们有offer 这个东西 对吗 So 在 在Malaysia呢 Forex呢 是 Forex是一个 全球化的东西 可是Malaysia 它没有讲 Legal不Legal 可是它是说 没有受承认 可是在Malaysia 我们有一个 那个 regulator 我们有一个regulator 是专门看Forex的 So 可以算是 Legal的 在Malaysia So 如果是说 你本身是有玩 那个 就是 虚拟货币 像Bitcoin Bitcoin也是在 Malaysia 也是不是受承认的 它没有讲 不Legal 可是它只是说 没有受承认 不Legal 跟不受承认 两个是 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 So Bitcoin 每个人也是说 哇 怕是不是 骗人 骗人 就是Legal的东西 可是Bitcoin 也是一个technology 也是很多人在玩 像Forex一样 Forex是全球化的 一个东西 对 对 每一个 每一个投资的 工具 都有 它自己的regulator 就好像 马来西亚的股票 UnderBusat 好像你买保险 还是Bank 是UnderBank 的Gara So Forex 有Forex 自己的regulator 而目前 Malaysia 是没有任何 license 给 Forex 给 broker的 So 我们的regulator 是在外国的 而是 一个大的regulator 刚才 刚才 CO 刚才 刚才说到的 就是三个 就是FSA SBG FSA 跟另外一个 就是ASIC 这三个regulator 欧大利亚 对 So 这些就是 属于regulator Malaysia 是没有 Pregulator 所以 不可能会有 如果 那个人跟你讲 我的license 是Malaysia license 这个 就反来 反来 OK 有回答到你的 答案吗 OK 接下来 有 Any Service Charge OK So 如果是讲 Service Charge的话 Deposit是没有 你Withdrawal 你至少 最少是要 Withdrawal 30块美金 30块美金 但是是没有 Service Charge 是没有 Service Charge 对 OK 然后 下一个问题 放了资金 可以随时提款 还是需要 放 Deposit 一笔 钱呢 自己也看得到 自己资金 还有多少吗 OK So 你看啊 你放了资金 我们是说 我们这边是 其实是我们 没有lock 你们的 那capital的 OK 可是我们 这边有一个 Rose 就是说 因为 大多数 那个investor 他们放钱进来 我们的 操盘手 就 因为你们的 钱全部都是 在一个 扑番那边 一个很大的 扑番 So Let's say 如果是说 investor 每个 放钱 放钱 然后 每个 好像今天我拿钱 就直接拿钱 这样对吗 所以会影响到 整个扑番的 那个performance So 我们是可以给 就是investor 提前出去 然后就是 我们会 set在 每个月的 第二个礼拜 的那个 weekend 你们就可以拿钱了 So 因为 操盘手那边 他们要看 一下 就是说 他们要算 算看 当你们 withdrawal 过后 会影响到 现在我们 carrent的 那个 扑番的 performance 还是怎样 So 是可以 每两个礼拜 的那个 weekend 对 所以我们 是没有locking的 每个月的 第二个礼拜天 是可以 withdraw 因为好像 刚才Ever 讲这样 因为好像 你想一下 每个人 丢一个 1000块 下去 有1万块 trader based 1万块 来set 这个0.5% 的risk 如果突然间 两三个人 提款 这样那个risk 就加高了 So 就会 把剩下的人 的钱 变风险 很高 如果我们 批这个东西 你是拿钱的 不用紧 你是在里面 那个人 你就很 紧张了 所以我们 就setting好 每个月 第二个礼拜 天 你是可以 withdraw 出来的 那时候 我们就会 清掉那些 trade了 然后你自己 是可以看到 自己的 你自己 可以看到 自己的 资金 多少吗 我们这个 PAM的系统 你可以在 我们的 Portal里面 看到 你的钱 和你的floating 它的Portal 是在 Ivy Market 你去 Ivy Market 你开户口 然后那边 有一个 PAM的 Session 你在那边 Long Bind 你的account 就会在那边 看到你的钱 有剩多少 对 所以 有一个 profit can withdraw every month Yes profit you can withdraw every month Your capital also no lock also can withdraw if you want to withdraw Yes Correct 因为外面太多 就是他们lock 你就是半年 至少就是 所谓的MG 我们就不要讲 这样清楚 就是 就是他们说 你至少要lock 半年 哇 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是 如果因为我们做名的 我们都是 transparent的 这些东西 只是说 我们只是要 顾虑到 整个扑翻的 那个 因为不只是 你一个investor 就是大多数 全部investor 我们也是要 顾大全集 就是说 我们就是 set一个 就是说 每两个礼拜的 weekend 你们就可以 拿钱出来 with profit 还是你们的 那个 普金 嗯 哇 所以大家问的问题 都是 很好很好 前进前出啊 很好的一个问题 很好的问题 我很喜欢你们 问很多问题 对对 还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都是 需要迟到的 对 还有 any other question 今天很不错啊 有问到一些 有深度点的问题啊 嗯 谢谢你们的问题 谢谢 感恩 感恩 so 我们 还有 四分钟 就十点了 让我们就 十点 and 我们 留多一个 四分钟 让大家 交流 交流 so fee can withdraw every second week second week sunday every month second week yeah second week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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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month bi-weekly bi-weekly sunday sunday by weekly sunday yeah by weekly sunday every month 对对 so 就每两个礼拜 会吃吗 ok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谁自己有交易了吗 已经有一些经验了还是什么 我们问看有几个 对我们的Blocker IV Market是Based in Australia 可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职公司 例如在香港然后还有在一些国家 迟点我们的HQ会搬去乳龙 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 Forex里面最大拿到我们已经申请到最大 那个License 但是刚才没有讲是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拿到那个SET 所以不可以announce 4点我们会搬去乳龙 那个是最大的License 偶尔下一个问题 会提供交易 会啊会啊就是你们Joyne Telegram John会在那边就是 他会放那个图 他是很technical的一个人 放那图他会画好那些Zone的东西 所以他会给你们那个signal 所以你们可以在那边 可以进我们Telegram的群 还有你想了解更多 还要听Live的明天 明天可以去听 明天有8点钟明天 可以可以问带你进来今天的那个朋友 他也是会有那个 然后是礼拜天 好像for自己self trade的人 礼拜天晚上 他们的 我们的 Tentacle Analyst的Team 他们会share next week的 setup opportunity 所以你可以进去看看一下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会 Trader 你可以进去看看一下啦 很不错一下啦 我们有时有跟一下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做infinity 做这个marketing的东西 你也可以学自己trade 对 看来应该没有问题啦 OK 好的 OK so I'm interested Technical Analyst Hey very good very good You can join tomorrow's section 8pm Yes Then if you lazy to trade Then you join in our pool fund The method is the same one He just got teach the method And also got help To trade on Briehub Yup You can get the Link From your friend That invited You come in today OK You can join the preview class first Then Yeah You listen first Then after that Yeah You can deal with John So if you're interested Then you can Go further Right OK 好了 这样我们结束了 我们有 我们结束我们愉快的2021年啦 我们明年见啦大家 明年见啦 OK so 谢谢你们 今晚出席我们的分享会啦 So 今天30号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对对对 So 祝大家新年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 转我们 Infinity 其中 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份子 然后 大家一起做Data OK 一起赚钱啦 OK 谢谢大家 谢谢Edward 谢谢 谢谢我们的 Blexwork Academy 谢谢 Jonathan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ll right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Good night